各位新手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收到很多新手投资朋友们的询问 想下单却又不知道如何下手 想加入股市的行列却又担心物财雷区 我们整理了几个常见的问题 预备了三个单篇要向投资朋友们一一说明 分别有基本交易篇、进阶交易篇、交易成本及交割篇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元大证券巡回的教育训练讲师贺老师 来为大家做说明贺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贺老师请问开完户后要怎么做第一步的下单呢 好我们可以在交易的时段直接打电话给营业员下单 也可以用电子下单 例如使用网页、电脑下载月事营、点金零 手机下载、投资先生、行动精灵等 目前台股有上市、上柜及新柜股票三大市场 开了户都可以下单 是,谢谢贺老师 那想再询问一下 那一般交易的时段会是在什么时候 我听说有盘中跟盘后领股 或者是盘中或盘后交易 那这么多的交易模式真的会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是的 目前交易时段可以区分为盘中及盘后两个时段交易 盘中及盘后均可以交易整股及领股 其中上市上柜的盘中整股交易时段为早上9点到下午1点30分 早上8点半就可以开始委托买卖 盘中领股则在9点到下午1点半进行委托买卖 但是在9点10分起进行第一次戳合 之后每3分钟以集合净价戳合方式成交 盘后整股定价交易则在下午的2点到2点半受理委托 2点半戳合一次成交 盘后领股则是在下午的1点40分到2点半受理委托 同盘后整股定价交易在下午2点半戳合一次成交 另外比较特别的是新贵股票 交易时间为早上9点到下午3点 早上9点以后才能委托买卖 新贵盘中可以交易整股及领股 但是新贵目前没有盘后交易 那么谢谢贺老师的详细说明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买一张的股票 那我是不是在那个下单画面写1000股呢 你不错哦 知道一张是1000股 不过要小心哦 台股整股一个交易单位是一张 也就是1000股 一般整股交易的下单画面都是以张为单位 所以如果要买一张请输入 一要买两张就输入 二如果输入1000就代表是1000张 不是1000股 这差很多哦 还有小资族的最爱哦 就是盘中领股交易 我们的电子交易画面 是特别把盘中领股给独立出来 不会与整股下单在同一个画面 所以客户很好辨认 不会下缩单 盘中领股的单位就是股了 要买一股请输入一 要买两股就输入二 单比最高是999股 是 那您刚刚有提到说 交易时间是9点到下午的1点半 那如果说我已经错过了 这个1点半的交易时间的话 那我今天还是想交易股票 那我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做交易 哦有的 我们刚刚上面有提过 可以透过盘后交易的方式 请在下午的2点到2点半 挂委托单 于2点半以后 盘后定价撮合一次 但不保证会成交哦 是非常谢谢贺老师 今天的说明 各位投资朋友们 别忘了我们还有下一集 进阶交易篇 要记得收看哦